大家好,我是王布朗,说半道 今天的题目是Latch Up 把它翻译成因索阳 就是只是好玩而已 老规矩,在没有开讲之前呢 我们来一点这个Ice Breaker 这个Ice Breaker今天讲的是索阳跟因索阳 索阳其实是一个中药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中药 不胜的一个中药 到底有没有效呢,那也很难讲 但是最近有意思的是韩国人做了一个研究 他认为这个是非常有效 韩国人老规矩了 认为中药也是他们发明的 什么都是他们发明的 但是他们也是想办法要证实这个中药的有效 他们把索阳弄成一个浓汁呢 给这个金老鼠吃 吃了以后他们做出的实验结果 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最高浓度的 最高浓度的这个SP SP就是这个讲的这个中药 那确实会将这些鼠辈的雄性器官的重量大大的增加 照理来讲那也是有效了 那也没有话说 那么当然呢 我们中国的有关于阴索阳的这个夏季啊 有很多这个传说 那么阴索阳呢 还有一些奇妙的事情 这个英文里面叫做也有这个也有这个研究啊 那就好像说是这个这个羊呢被因锁住了 这个我们英文叫什么呢 他的英文我们叫他 那这个大家看到就是就可以了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么我们回到原题 继续我们的 中国人也有这个传说 他是夏季啊 夏季听说啊 有他有很多的这个男朋友 他号称啊 杀一夫 杀三夫一君一子 王一国两亲 中国人就是这样子 那国王的时候 国家王人就英快女生 这个很 这个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啊 但是在微芯片世界里面呢 NMOS跟PMOS这类夫妻啊 他也有因所养的严重问题 我们叫他为Legger 这个Legger 这个Legger到底怎么回事呢 他也也是有他的道理 这个意思是说 当你电晶体排列的时候 它的下面部分 它的下面 晶圆里面的部分 在某一个状况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会形成Legger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这个 表示说 如果有这么回事 P NP Bipolar 这个Bipolar 什么意思呢 Bipolar 其实就是一个双极管 也叫做三极管 那么这个双极管 跟三极管呢 它的这个作用在哪里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讯号是这样子 当你这个Ib呢 这是一个Base Current 它可以控制 Ic 这个是从Collector Current 下来 电流这样下来 它可以控制它 这产生一个大电流 Ie 所以在某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电流会突然增大 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比方说 在某一个电位之下呢 它的Base Portage 超过了比方说1.7度左右 你可以看到它的电流 突然大量增加 这是很恐怖的地方 那这个电流大量增加 当然就是说漏电流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主题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一看 这个地方是PNP 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PNP的Bipolar 在这个地方呢 正好是倒过来 是NPN Bipolar NPN的Bipolar P就是它的Doping N Plus就是它的Doping N的Doping 就是N的Doping P就是P的Doping 那这两个连在一起 在某个状况之下呢 产生了一个寄生的PNP path 这个是寄生的 所以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导电连结 那么就漏电 是吧 疯狂的漏电 那当然这个经济就死掉 它不能控制 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而且在外太空之下 有些特殊应用芯片 也有一种特别的问题 跟这个Letcher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来看 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案 有三四种 我们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点 比方说 比方说 有人就建议啊 把这个直接 把这个 干脆把这个NWIL 直接跟这个 Power Supply 接在一起加VDD 就Power Supply 那么或者说是 把P Subtronic接地 就说你接地跟接电源 你把漏电的地方 接地或者接电源 就不会再漏了 这二者之间就不漏了 本来是可能会漏 那现在就不漏了 那么你要这样做 当然有它的优点 你看它的限制 你怎么摆 摆在什么地方呢 就产生许多电路 设计上的 它的限制跟规矩 这叫做Design Rule 那么Design Rule 当然不只是包含这些 这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 那么代工厂 像台基 三星 英特 它就必须跟顾客 好好的合作 因为每个人的电路设计 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搭配的这个 电路设计去解决 来讲的问题也不同 我这个问题来讲 基本上 业界公正已经算是解决了 那么也有一些另外的方法 除了线路解决方法 也会有一些 比方说叫P on P plus P on P plus P on P plus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去买一些比较贵的 已经有特殊 这个特殊 这个特殊 涨了一个特殊精神的P P minus 意思是比较 比较少一点 但还是可以阻挡 N的这个 这个 串联成N PN PN 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 三级漏电效应 可以并 另外一个呢 是在N的下面加上一个 叫做Retrograde Retrograde 意思是反向操作 它的浓度 比较高 浓度比较高 好像说你挡 也就是顺便给你挡住 因为你PN跟N P 它的 双击的方向 如果是颠倒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倒电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当然呢 你加这些东西 一个就是要加钱嘛 你也被Taxial layer 是贵的 所以说你第一月呢 大概就不愿意用 不愿意用 那Retrograde 当然你要做一些Mask 你去打 你要放这个 参查剂 Dopen进来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件事情也很贵 那么另外一方法呢 它就是干脆用副成核好了 这个DPI呢 现在就是干脆挖 挖的副成核 把N P 这是NMOS 这个PMOS 这对夫妻啊 干脆用副成核 保护在一起 在 那么 里面也有一个小副成核 外面再加 一个叫做 Deep Trench Isolation 它跟这个 Shallow Trench Isolation 还有在深 那里面装什么东西呢 还是装的是 SiO2的绝缘体 你装的绝缘体 当然就 就 就不能绝通嘛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 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这个 互生核 但是你还是占了些面积嘛 不止如此 所以你的面积增加了 你的晶片的 面积就增加了 那就 你本来是要把它缩小 现在要缩 没办法缩小 不是很麻烦 等于是你在浪费钱一样 而且你在填充的时候 往往因为这个 你看这个特别的深 它的aspect ratio 就特别的高 你填不满 千万有时候会有个洞 有个洞在里面 有个洞在里面 那就麻烦了 那你晶片可靠性就 就大了 就 就下去了 可能良率就再溅了 这麻烦就大了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了 那么呢 你怎么设计 跟制程有关系 OK 那么有的人就建议 干脆用昂贵的STI 再来解决了 STI就是 Silicon Insulator 就是下面这一层 它已经摆好一层 绝缘体 就买来的时候就有一层 这个 那么这个当然就贵了 虽然说还不错 很有效 确实很有效 但目前来自 目前来讲全世界大厂 没有人用 没有人用 因为太贵了 就是贵个几百块的时候 太贵了 因为你赚钱本来就是 赚个几百块 一个晶片 就是要赚个 差不多 大概几百到几千嘛 那你现在这个成本 就已经增加好几百块了 当然就受不了 那目前还是有人 推荐在 14纳米或者28纳米 再使用 一些特殊的晶片 这个 还是有人使用 但是大厂 没有人用 最后呢 结束之前我们讲一下有趣的问题 就是在太空的强烈射线里面 本来没有来出问题 你做了很多ACI 你做了DTI 你做了这个SOI 都没问题啊 可是偏偏会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太空之中啊 有一些强烈的辐射线 而你的这个电晶体附近呢 它的这个树枝板里面 含有这个放射性元素 比方说U238 那你说奇怪了 怎么会有U238呢 这是因为 本来放射性元素就存在 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你在 因为它溶解于水嘛 在海水里面 它本来就很多的放射性同位素啊 那么 在下雨的时候 就是把海水带到 像变相的带到陆地上 所以陆地上也充满了 非常微量的 放射性同位素 我们吃的菜都含有的 那么你做东西的时候 树枝里面也会有 那这个东西接受太阳的 太空的强烈射线的时候 它会衰变 接受又产生高能的 树枝里面 这个叫做乱打 有时候一打 就造成 造成一个local的因素 那么当然很多公司 就会说我有特别的设计 然后去右边这个 这种Electronic Technology 就说它们有个特别设计 你给它买它的设计 它就可以避免这个Letsha 这个Letsha的问题 说实在的 也是也是这个做晶片的一个大挑战 不是容易的事情 特别是在 五纳米三纳米之下 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因为我们简单讲 它的这个DTI要特别深 特别深 因为它越来越靠近 这个要特别深 特别深的时候 Expect Ratio的问题就出现 太高 结果填不进去 你填不好 就会出问题 这个研究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